您最想关心的话题ING 此外美国已经和墨西哥加拿大完成自贸谈判 之前和南韩重签的自贸协定 又要跟日本重启贸易谈判 如何观察美国川普政府对签署自贸协定 以及和中国大陆经贸互动的立场跟做法 相关议题访问台经院新鲜市场发展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许俊斌探讨解析 非常欢迎副研究员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好 研究员 历经一年多的协商还一度濒临博取于 美国和加拿大在最后一刻达成新版自贸协定的共识 让北美自由贸易区维持美加墨三方协议 您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为何美国和加拿大要赶在9月30号前达成共识呢 这其实跟目前墨西哥的国内政治有一些关系 因为墨西哥的新任总统其实已经选出来 那他是预计在12月1号的时候要就职 那所以呢现在美墨之间就是希望说能够在新任总统 就等于说现任总统他要下任之前呢 先把美墨的这个FTA能够进行签署 那另外还有一个条件要出现呢 就是因为美国国会他要审议这个FTA呢 他要有60天的一个审查期 所以从这个11月30往前推60天其实就是9月30号 所以美国就对加拿大要求就是说希望在9月30之前 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FTA能够有所抵定 那这也就是让川普他在目前因为国会没有授予川普这个贸易谈判授权 那所有的谈判呢 他就必须要经过美国国会来逐条审议 如果说有这个贸易谈判授权的话 国会他就可以进行包裹表决的一个方式 那川普自然是希望说这个美加莫三国之间的这个FTA能够顺利的完成谈判 那来延续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过去的原本一个利益 川普也希望透过美加莫的一个FTA呢 让这个美国中期选举他能够获得更多选民的一个支持 然后让川普跟共和党能够确保美国国会多数的一个席次 避免川普提早在今年底他就成为一个拨甲总统的一个状况 谢谢副研究 有您的解析就是美方的考量 那么持续呢 针对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 有哪些观察重点 我们在产业部分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未来的相关影响呢 首先从这个货品商品贸易的这一块来进行做一个说明 美加莫三国之间的一个货品 它的贸易连结局是相当的紧密 尤其加拿大跟墨西哥 它对于美国的一个贸易依赖度其实是还蛮深的 因为加拿大跟墨西哥他们所制造的商品 其实大多数都是销往美国的 销往美国以外地区其实这个比例并没有太高 所以川普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说明了 美国经济无法在这起飞 这个工作机会外流一个严重 NAFTA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由于NAFTA他并没有严格的规范美国企业到加拿大 还有到墨西哥设厂的一个条件 那他也没有严格限制加拿大跟墨西哥生产的货品 进口到美国相关的一个条件限制 所以在过去这个NAFTA存在的25年的当中 美国企业外流到加拿大跟墨西哥 然后还有工作机会也跟着外流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那其实这也导致了美国对于加拿大还有墨西哥 是呈现贸易赤字的一个状况 那在美加墨三国的一个谈判过程当中 其实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两个议题 美国跟墨西哥之间的一个汽车生产的问题 还有美国跟加拿大的主制品市场的一个问题 那在汽车的这个部分 美国跟墨西哥之间的一个汽车的一个原产地 这个比例上面 他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谈判 把这个原产地规则的一个限制把它拉高 拉高到75% 那也就是说墨西哥他制造出来的汽车 然后他的一个原产地 美墨之间的零组件加一个整车的组装之后 他的比例必须要达到75% 那他才能够以优惠关税出口到美国去 那再加上这一次谈判 美国也要求墨西哥说 一定要有设定一个劳工汽车生产工人的一个 最低薪资的一个条件 那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美墨之间的一个FTA来达成一个共识 那至于在跟加拿大之间的这个乳制品的一个部分 因为加拿大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个长达40年的 一个乳制品供应链体系 那他也藉由这个体系呢 维护了加拿大长年以来 这个乳制品它的价格稳定跟安全 卫生供应的一个良好传统 那先阶段呢 川普也透过了美加之间的一个谈判 争取到加国乳制品供应链 对美国乳制品扩大进口的条件 那这也有助于美国农业的一个发展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再来看墨西哥的汽车 还有加拿大的乳制品市场 这两大的产业呢 其实对于川普来讲 他等于是说 他对于过去支持他当选的美国选民来讲 尤其是这个美国的铁锈区 还有在农业区上面 他的这些选民来讲 他是给这些选民有最好的一个交代 非常谢谢研究员 我们做的详尽说明有关于产业部分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北美贸易新架构中 还有包括像是落日条款 协商机制等等 研究员您观察 其中哪些特别需要关注面向呢 在这个落日条款的部分 其实在美加末 他们在从去年开始进行谈判的时候 其实川普提出的犯话就是说 美加末的这个三方的一个FTA 在新的一个架构底下 他必须是有设定一个可能三年到五年之间的一个落日 那等于是说这个协定如果三年到五年 对美国来讲 他并不是太大的效益 那这样子的一个协定等于是就即将要终止 可是经过了一个三方的一个协定之后 现在新的一个内容是说 这个协定它的一个效力可以维持16年 那三国他们也商定了 就每六年会来会商一次 决定是不是要来更新协定的一个规范 所以这个落日条款呢 在川普的让步之下 等于说美加末之间 也在这一次上面也有达成一个共识 那另外有关于双方的一个争端解决这个机制上面 三方在透过新的一个谈判之后 尤其加拿大一直极力的争取 就是说原本在NASA里面的这个争端解决机制 它是由美国跟加拿大两国的专家来共同组成 那这样子的一个组成的一个争端解决机制呢 它具有强制的一个执行力 而且在过去的一个案例里面 其实美国常常是败诉的 所以加拿大也就极力的来争取 就是希望这样子的NASA原本的这样子的一个 争端解决机制 它能够继续来延续执行 那只是说在其中的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于投资者对于投资方政府控诉机制 就等于说我们所说的ISDS的争端解决机制的这个部分 未来在新版的美加末的自由贸易协定里面呢 会逐渐的落幕 等于说这个ISDS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呢 未来在美加末三边的争端解决上面会逐渐的消失 并不会常看到有企业对于投资目标国的一个政府 提出控诉的这样一个现象 那这样一个现象呢 其实对于加拿大还有对于墨西哥来讲 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非常谢谢副研究员 您针对这个北美贸易新架构当中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包括落日条款协商机制等等 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在我们今天关注财经焦点 我们是针对美国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完成的自贸谈判 那么这跟历经二十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到底有哪些不同 美方又有哪些考量 那么在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再继续邀请台经院新型市场发展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 徐俊斌来针对美国下一步的动作 那么我们关注最近跟南韩重签自贸协定了 也要和日本重启贸易谈判 怎么样来观察美国总统川普对签署自贸协定 以及和中国大陆经贸互动的立场跟做法 节目稍后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阳广记者黄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东当中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黄丽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更方便了 除了短播收音机 以及央广RTI网站 使用智慧型手机 更能够让您随时随地 随走随听 不管您的手机是iOS 还是Android系统 只要在APP Store 搜寻央广Radio 下载完成之后 点选线上及时收听 或随选收听 央广所有的节目 通通认你听 还有 除了央广Radio 你还可以下载 央广newsAPP应用程式 一手掌握最热的新闻大事 全新收听体验 你还在等什么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区 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 台经院新兴市场发展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许俊斌 为我们观察解析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完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 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 接着要请教研究员 在美国和加拿大完成自贸协定前 美国和南韩在上个月的24号 重签了双方的贸易协定 并预计在明年生效 这个新版的美韩FTA 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在新版的美韩FTA 它签署的一个背景 其实跟美韩FTA在欧巴马总统时代 签署之后 双方之间的一个贸易逆差 持续的一个扩大 其实还蛮有大的一个关系 那近两年就等于是说 川普总统上任以后 他极力的改善 跟美国之间的一个经贸关系上面 其实从一个贸易统计里面来看 美韩之间的贸易逆差 其实是逐渐的缩小当中 那这一次的美韩FTA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内容 其实我们可以锁定关注 汽车产业的一个部分 那可以从这里面再来看到 就是说川普他对其他国家的 一个双边FTA里面 似乎还蛮着重在汽车产业的这一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美韩FTA 它新版相关的一个规定 韩国对于美国制造的一个汽车 它是提高进口量数的一个限制 等于说在新版的美韩FTA里面 韩国它开放美国品牌的一个汽车 每一个品牌它每年 可以对韩国输出5万辆 等于是说今天不管是福特 不管是其他的一个汽车品牌 它一年租往韩国的一个数量 每一个品牌可以有5万辆的一个限制 可是其实从美国他们自己的一个报章媒体的一个评论里面来看 因为也就以2017年的一个汽车出口数来看 其实包含了所有美国汽车品牌在内 还有包含所有的车种在内 其实它美国对韩国的一个出口汽车总数 并没有超过4万辆 其实才3万多辆 因此呢 这个就有美国媒体评论说 美韩FTA它更新 其实是比较具有政治意涵的 在这个经济产业上面的一个实质效益 其实并不高 只是说对于美国的汽车产业来讲 对于美国的人民来讲 尤其是汽车工人来讲 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个愿景 就是他们对于输往韩国的汽车市场 是因为川普的关系而受到扩大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其实韩国消费者 这大概我们一般所认识的 就是他们其实是非常爱用韩国 自己本身的一个品牌 自己本身的一个商品 那即便美国能够取得更多的一个输入许可 可是对于韩国消费者来讲 他们其实也并不一定会接受 因为就韩国消费者的市场调查来看 他们除了会购买自己韩国品牌 比如说现代 他们的一个汽车之外 他们会另外购买外国品牌 其实大概就是锁定双臂 Benz B&W或者是日本的 Toyota这种的品牌上面 对于美国汽车品牌上面 其实韩国的消费者 在过去的一个消费习惯里面 是比较少采购的 所以未来美韩新版的FTA 对于韩国的一个经济产业的发展 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效益 对我们可以再从后续的 整个FTA生效之后 再来做进一步的观察 是这个新版美韩FTA 预计是会明年生效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谈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 包括美国跟南韩 墨西哥加拿大都重新协商自贸协定 美国也要和日本进行贸易谈判 这美国总统川普政府 对于这个经贸伙伴 签署自贸协定及做法 到底怎么样来看他的这些考量呢 依据川普跟安倍 他们的一个双边的会谈 美日两国他们将会优先锁定 这个货品贸易的一个协定的内容 所以对于这两国来说 他们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还是关注是在 这个汽车产业 还有农业的这个议题上面 那就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观察 美日之间他们未来的谈判 大概会以当时美国还没有退出TPP 在这个TPP的架构里面 跟日本所达成的这样子一个 结议的一个架构 会以那样的一个架构 来作为讨论的一个基础 那从这个汽车产业来看 美国汽车它的一个价格 跟成本的一个竞争力 其实是不如日本的 所以美国它如何透过保护汽车市场 来争取日本在这个农业市场上面的让步 是未来两国会在谈判上面 攻防的一个焦点 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日本他们当初在谈判TPP的时候 就是美国还在TPP的架构里面的时候 美日之间的谈判 日本它是提出来 以汽车换取农业的这样一个策略 那也藉由这样的一个策略 来争取到日本主要的一个农产品 包括比如说稻米 小麦大麦牛肉等等 它可以透过配额 还有优惠关税的一个保护的手段 避免美国农产品大量销往日本 那美国也借此得到了一个30年的调整期 等于说美国是等到30年之后 它对于日本销往美国的汽车 它的关税还会降到零 那等于说日本它在GDPP的一个架构里面 日本的汽车要卖到美国去的话 在这30年之内 它还是必须要刻意高关税的 所以美日之间在过去是有达到这样一些共识 那如今美国在这个美加墨STA里面呢 重设美国跟墨西哥之间的一个汽车原产地的一个比例 那这对于日本车厂 它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限制跟打击 所以日本后续如何透过美日之间的一个谈判 来进行折冲 避免这样的一个冲击 这也是美日未来谈判的一个重点 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 接着要请教研究员 美国目前已经对中国大陆寄出了关税的加征措施 刚刚您也帮我们分析了 美国和一些贸易伙伴重谈FTA 自由贸易协定 那有舆论解读呢 是川普决定在跟这些盟邦谈完 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将会全力对付中国大陆 您怎么样观察川普政府对于美中贸易战 它的一些态度跟做法呢 确实从现在全球的一个经贸情势来看 川普似乎也就是想要借由拉拢日本 拉拢韩国 拉拢欧盟来围攻中国 中国是美国最大贸易赤字的一个来源国 那川普他为了要实现 对于他自己美国选民的一个承诺 当然对于中国的一个谈判 他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尤其现在是面对这个11月的 美国中期选举这个阶段 川普更不可能会有所让步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三个阶段 就是说从今年上半年 一直到目前 川普总共提出了三阶段 加征关税的这样子一个政策措施 那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措施的一个历程 我们来看里面的一个内容 其实它的一个加征关税 也随着就是说这个产品的一个增加跟扩大 其实已经慢慢的影响到了 美国的人民日常消费品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川普政府跟他的一个团队 其实非常清楚 这样子会一定会影响到 美国自己本身国内的一个经济发展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再来观察到 这个第三阶段 这个针对2000亿美元的这样子一个加征关税上面 其实川普他是采取两阶段的一个措施 他是现阶段先来加征10% 等到明年1月1号才会提高到25% 从这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川普其实对于中国所采取的这样子的一个贸易争端 或者是大家所说的贸易战 他其实已经开始在小心翼翼的在执行当中 因为他也担心说扩大的太快的话 对于美国人民或者说美国企业的一个发展 其实是有负面效果的 那至于是不是会真的扩大到另外的 267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商品范围 如果扩大到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等于是全面性的对于中国所出口的商品来课征关税 那这当然就要看后续中美双方高层的一个对话来做决定 那美国国务卿唐培欧在10月8号访问中国 那这样高层的一个出反跟对话呢 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是川普对中国释出的一个善意 那也许也是川普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下台阶 可是双方所对话的一个内容 可能会涵盖经贸跟南海议题 那我自己个人是认为说 因为过去川普在经贸跟其他的一个政治战略的议题上面 其实他是比较拆开来跟对手国来做谈判的 那这一次蓬佩欧的出访到中国 是不是会在相关的议题上面 做一个总体战略利益的谈判跟考量 那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国务卿他到中国做访问之后 他的一个谈话 再来看后面是不是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好 非常谢谢副研究员您的解释 那美中贸易摩擦的情势呢 看来是非常的复杂 后续值得进一步来关注 而最后呢要请教副研究员的是呢 台湾以出口为导向那么多年来 也致力融入区域经济 那么观察美国跟贸易伙伴间的这些经贸协议跟互动 台湾怎么样来做一些因应准备来面对 融入区域经济跟未来的经贸挑战 有关于美中台三边的经贸或者说一个战略的一个关系 我们就单纯的从经贸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从川普上任到现在 当然在讨论的是有人在讲说川普总统他在反对自由贸易 可是其实从近期川普所陆陆续续达成的一个双边协定来看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川普总统他并不是反对自由贸易 而是希望他要推动的一个贸易是自由而且是公平的一个贸易规则 尤其这样的一个贸易规则是对于支持川普的这些选民 他们在这个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几项协定来看 就是如同我刚刚也有提到的 这几项协定川普他所重视的大概就是两大产业 一个就是汽车 一个就是农业 那对于美台双边的一个经贸关系来看 台湾其实是美国贸易赤字贡献的前十大国之一 所以未来美台之间的一个经贸互动 其实一定也会受到川普总统跟他团队的一个重视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未来美台之间要进一步所谈判的一个经贸议题 我个人觉得应该就是在农业上面 尤其像美猪美牛这个长年以来 一直都没有被解决的问题 这将是我们未来美台双边要洽谈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项目 那因此呢我建议说政府应该在现阶段 来对此做好更好的一个因应对策跟因应的措施 避免未来在面对美台之间的一个谈判的时候 可能会措手不及的一个状况 面对经济情势的发展我们提早做好因应准备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 台经院新兴市场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俊斌 针对美国和加拿大在最后期限前 达成了新版自由贸易协定的共识 将与墨西哥一起让北美自贸协定维持三方协议 同时呢也针对美国川普政府呢 对于和贸易伙伴签署自贸协定 以及和中国大陆的经贸互动有哪些立场跟做法 我们做详细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研究员集中访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